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看我的视频的话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蕾蕾 然后呢我是一个算命博主 但是不在频道里面算命分享一些关于算命的知识 跟我一些的基本的简单生活 OK 这一期视频呢我就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生男生女的问题 因为我们一般服务女性客户比较多 那女孩子结了婚都会问 就是你看我生男孩生女孩这种问题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今天来出一期视频 是有关于生男生女的 希望会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首先呢我来先给大家泼一盆冷水 因为生男生女这个事啊 我觉得不可能吧 不太可能有算命的会说 我百分之一百guarantee 我算的是正确的 因为生孩子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尤其是现在 那么古时候可能女孩子没有什么堕胎这一说 因为毕竟古时候没有那么多手术啊之类的 可能也有吧 但是几率会比较小 那么现在的因为科技的发达 然后女性的选择更多了 很多人在婚前就会有过迎产多胎 或者是流产这样的经历 那么这都会影响到事后就是我们所谓的生男生女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首先我给大家来泛泛的说一下生男生女怎么看 我个人是这样看的 就是说先要看这个人的子女功怎么样 如果说这个是个女孩来找你的话 他的子女功还可以 就是没有什么杀心 没有太多的桃花心 然后有疾心 那么如果他本命功也比较强的话 我会觉得他可能第一胎会是儿子的可能性比较大 这是因为呢 通常就是说我自己的逻辑来判断 就是说如果这个命主本身命功三方四正还不错 那么就证明说 哎有算是有点福吧 我这里不是说你生女儿就没福啊 我这里说的就是说 会比较容易得偿所愿 那么在古时候得偿所愿是有一个传承的概念 就意味着是儿子 如果说他的子女功并没有什么很多杀心 也没有什么太多桃花心 而有像是天回天月 左腐右臂这种极星去加持的话 他很有可能投胎是儿子 那如果说他第一胎 miscarriage 或者是说他 迎产 多过胎 流产 有这种情况的话呢 那证明他第一个 比如说 第一个我们假设这个性别是个男孩 没有 没有出生 那么第二个 他就不一定是男是女了 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看他的大运 看他的流年 包括他流年的子女功的情况 受孕的这一年子女功的情况 就比较重要 因为 他前面掉了一个 你要从他第二个来看的话 第二个孩子有的时候 人家说就不是看子女功了 而是看那个财博功 哎 子女功下面一个位置 是财博功 对 呃 就说因为财博功代表第二个孩子嘛 那么你第二个孩子的性别的参看 你就要参看你圆明盘的 嗯 财博功 我自己没有太验证过这个问题 因为我很少给人家看生男生女 我大概可能就看过 嗯 看过 我有印象的就是我两个朋友的 我看过 然后我是用我刚才说的这个方法看对了 他们一个人生的是女儿 一个人生的是儿子 就我觉得还是有80%的一个准确率吧 那我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具体生男生女这个看法 就有的人会说 呃 那不是什么新入子女功代表几 几个孩子几个孩子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那个是没错的 就比如说天机入子女功代表子女 少一般主义到二人 呃 一子一女 大概就可能会有两子 就就是说你去百度一搜 他新什么新入什么 子女功代表什么什么 就是没错的 就是他确实就每一颗主心 有的主心像是比如说 嗯 沙破狼这种心 人家就说沙破狼入子女功 很多都生女儿 其实这不一定啊 就我有见过就是沙破狼在子女功 就也生儿子的 而人家可能就是投胎 第一胎掉了 那第二胎生的就是儿子 就是说这种情况 你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呃 你不可以用 而且有的人用的方法是 南斗星北斗星 就比如说我的 南斗星在子女功 啊 我可能就生儿子 我北斗星在子女功 我就生女孩 如果这里你不知道什么叫 南斗星跟北斗星 你就百度一下就知道 呃 紫薇的这些星星分南斗跟北斗 呃 沙破狼这些就算是北斗星嘛 嗯 不懂的话你可以百度一下 你就懂了 秒懂好吗 很简单可以懂 我就不过多的解释了 我认为反正用南北斗或者是阴阳 这样的方法去看不太准确 因为还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嘛 所有的环境因素就是女性的主观选择 她有没有堕胎啊 这类的就一定要考虑进去 所以说一个妹子她来问你 哎 你看我生男生女 你一定要问她 呃 你是有没有就是有过流产的这个经历 如果她说有那你要问她之前打过几次 或者说之前生过生过几个就是你要问她 然后她这一次怀孕那你要知道她的年份 因为我个人觉得除了参看本命盘 就比如说你看天盘觉得这个人可能有一子一女 那么她之前可能呃从来没有生过孩子 人家来问生孩子情况 你就可以告诉她 呃你可能会比较有一个孩子或者两个孩子 那如果说她本身之前前面已经打过三四五六七八次了 她一次都没生过 她来问你呃你看我会不会有孩子 我其实就觉得嗯 可能不会有 因为呃她先天盘的子女宫可能就是两个孩子的一个一个定数 那么她前面已经流产很多次了 如果说接下来的大运子女宫大线走的不好 流运子女宫走的也不好 话气冲照很多 她可能就接着也怀不住 就是说她可能就不会就就不会有自己亲生的孩子 但是有的人现在就是会去领养呃 就很从小小小baby开始领养或做试管婴儿什么的 就是她最后还是会有一个孩子 但当这种情况的话 我一般就不会说呃 非常百分之百的肯定说你不会有或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嗯 现在科技发达了很多会影响生育 呃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在断盘的时候 那么还有一些方面就是说 呃说什么时候生孩子 因为现在不是大家条件都好了 就是优生优育想会备孕之类的 那如果说你备孕的话呢 呃呃 人家如果说我比如说我今年怀 我今年要 然后我明年生这样会不会好 如果再看这个的话呢 我就建议是也要看大运的子女宫 呃如果是当我们人为主观选择的话 我认为的是大运的流年的命宫跟子女宫 大运的流年子女宫要有极化比较好 因为这样一个是生产比较顺利 然后孩子也可能会发育的比较好各方面 呃 那么另外一个还要看一看田宅宫 因为女性嘛子宫就是代表田宅 呃如果说田宅被冲罩的话 那可能就是怀孕的过程就会比较呃 呃很难说会发生一些什么可能不好的情况 冲撞到或影响到都可能不太好 所以说我刚才说了 两种基本的情况 一种是 我们呃普通要被孕的人 你们真的要选哪一年去怀孕生的话 你基本上看你你除了看你本本命盘 你要看流年的选择更为重要吧 那另外一种是你可能之前已经有过很多呃 就是说怀不住小孩的经验 或者说难以生育的经验的话 那到流年的子女工你也要看 因为流年的子女工极化也会有助于你的怀孕 跟你保胎这个这个意思 呃 不好意思呃咳嗽 呃最早先说的就是生男生女的这个问题 我个人其实不太提倡 呃 当然也不能说不太提倡 因为我自己怀孕的时候就是很早知道了性别 呃 但我觉得吧吧 现在就是有一些情况还是会存在 就是可能是女儿就不会想要 或者说呃 怎么怎么样之类的 我当然是不建议就是说 呃你通过这个性别去判断男女 然后选择留还是不留 当然我知道就是说在有一些地区 他是也是迫不得已进行这样的选择 可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命理师的话呢 呃 看生男生女可能也看对象吧 就是我一般会给出的答案就是 呃你可能 我觉得你会有三到四次的机会 那么如果说你前面已经打过很多个 你以后就要小心 我一般就会这样的给建议 因为我觉得这样不太会影响到太多别人的生活 呃但是就会有一个提醒的作用 我一般不愿意说啊 你这辈子就生一个儿子什么之类的 我不太会说这样的话 呃虽然说有的盘非常明显 但是我也不建议就是其他人就通过看盘 就很武断的去讲这个事情 呃因为现在的科技就是现在的环境 就是环境一定会影响 比如说我们说农村 呃在古时候一点嘛 农村如果你是生女儿 很多女儿都夭折被弄死嘛 呃现在的话就是农村就一直也还好 不会说你生个女儿就把你弄死 对不对 也不会说把你的女儿去弄死 所以我哎天哪 说这个是不是火能波吧 反正就是环境的因素很大的一个影响吧 如果你想学习如何看紫薇董树的生男生女 你除了看你本命盘的子女宫 呃可能福报多不多 然后能有几人以外 呃生男生女还会受到啊 呃你有没有 多胎啊这方面的影响 如果有的话呢 那子女宫要顺位推着看 比如说你多了一次胎 第二次就可能要看财富工 那再下一次要看几额工 就依此类推这样子 包括性别上可能也要 一定程度上的去参考 这个子女宫顺位的区别 呃还要看流年的子女宫的 新兴的情况 如果说个人 我个人觉得不瘦 不太瘦吧 南斗星跟北斗星 甚至阴阳的一些左右 呃但是像有的星 比如说天机就是主头 呃投胎一伤 然后呃亦有一子 就是如果是很明显的话 那可能就是呃这个概率比较大 就是可能你生儿子的概率 有80% 你有一个儿子的可能性 但是很多星星就是可能三 三女两男两女 然后四男就是这一类的 那就很难去判断这个先后的顺序 刚才我说的所有都是从女性的斗树盘去看的 如果你真的结了婚的话 呃流年你要跟先生要孩子 呃跟另外一半就是说准备要备孕 那可能除了流年的子女宫要看 你还要看对方 就两个人的盘的流年的子女宫 如果说两个人的盘流年的子女宫 呃都是比就集星比较多 然后没什么桃花星 那可能就生儿子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如果说两个人的本命盘也是这种情况 呃加上流年遇到的这种情况呢 那可能就生儿子可能性就更大 就说你可能就今年生会有一个儿子这样子 呃如果说桃花星会比较稍微多一点 那我觉得有可能会是女儿 但我个人在这里再重复一遍 紫薇斗书看盘呃生男生女 我觉得受到环境的因素影响非常的大 最好不要就是一一巴掌 就是拍定就是我就是生什么的 其实没什么多大的意义 呃有的时候就是我朋友会经常说 生男生女还跟阴阳宅风水有关 就是说有的可能呃这家的房子的风水 就是主生儿子的 这家房子风水是主生女儿的 呃我个人觉得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 呃但是我觉得就是嗯很复杂吧 绝对不是说一张盘就会看出来的 他是要两个人合盘看然后流年 还要参看阴阳宅风水就是这是一个结合的过程 那么他得出来一个高概率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太轻易的通过此位斗数盘去判断了一个孩子的性 可能孩子的性别然后去做一些不好的选择 OK希望这一期事情这一期视频有帮到你 谢谢观看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